哈囉大家好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大賽商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薩亞肉 歡迎來到第十季的第六集 奔山野狼是一個有兩位在日本當社出的 雙男子Denis & Green所組成的團體 內容是我們平常在日本的受苦經歷 人間觀察 認真聽 掌職時 輕鬆聽 好舒服的吐苦水節目 剛好聲音很好聽 所以放上當背景也可以舒服的收聽 不管你人在日本還是台灣 不管你學生還出社會上班了 只要你喜歡日本話 或對日本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你的收聽 讓我們今天一起苦中桌了吧 聽完覺得有趣的話 請按下訂閱加上Apple Podcast And Spotify五星推薦 並來找我們聊天 並可以來SNS找我們聊天 Green & Denis獨家座感謝你 感謝你 有人大賽商 真的是大賽商 你知道我就是一開始想說 哎賽一下沒什麼關係這樣子 我們從頭來講 這個事情的原委好了 對 就是炎炎夏日嘛 對 那炎炎夏日 想必一定要去海邊 哦 所以有一位 有一位朋友跑去了海邊這樣 對 有一位朋友跑去了海邊 然後想說 難得的機會 來賽一下好了 就是賽的黑一點 應該比較夏天的感覺 哦 還要追求小麥色 嘿嘿嘿 對 然後呢 就在正中午 大概10點到11點的時候 好好好 假髒 假髒 嘿 不拆防曬爐 就隨便擦了一下防曬爐這樣子 就是只有臉部啊 肩膀啊 然後稍微隨便塗了一下 嘿嘿 就跑去那個沙灘上躺 躺著的意思是 就是 只有頭在那個遮陽傘底下 哦 然後剩下的 就是四肢都還有身體都在遮陽傘外面 脖子以下全部都 上了烤盤這樣 對對對 然後重點是當天因為很早起床 因為當天去的海灘 應該說當天去的海邊是 有點遠在靖岡 嗯嗯 從東京開車過去要三個半小時左右 嘿嘿嘿 對那邊是 查了一下是日本水質最好的地方 哦 實際上水質好到什麼程度 實際上水質好到什麼程度 現在用口說有點難說 但就是很清澈就是水身體或腳在水裡面 是可以看到底的那一種 它的 透視度應該可以到 2米到3米左右 哇那真的水質很好耶 對蠻清澈的 然後 專有名詞來說的話 有個專有名詞叫COD COD 對 然後它的COD是在0.5左右 我完全沒有概念 哦COD的意思就是說 嗯 它是一個化學需氧量 就是chemical oxygen demand 嘿嘿嘿 對 一般是表示在 水中有機物質的多寡 這樣 哦 OK 所以越低的話代表說 代表說它裡面含有的奇奇怪怪的東西 越來越少這樣 也不能說是奇奇怪怪的東西 就是水中的藻類啊 一些會需要消耗氧氣的一些生物 或者是積物 比較少 所以它的通測度比較高 如果很多的話 裡面就會有很多 海藻啊 或是一些 其他的生物植物 那水質看起來就沒那麼清澈嘛 哦 對 那 水質的清澈度跟 沙灘的顏色又是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 一般來說要去那種很漂亮 看起來很漂亮的沙灘是要白沙對不對 欸對 對 但是我這次去的 不是我 是我朋友嗎 還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這次去的那個海邊呢 它是黑沙 但是它的水質很好 哦 所以可以看到清澈的黑沙 對 然後就是非常適合潛水 哇 所以我是 這次去的超級多人在那邊潛水 這樣 哇哦 對 那如果你要同時有 白沙 然後它的COD 就是水質清澈度要好的話 那可能就要去到沖縣 嗨 嗨 對啊 就要去到沖繩 這樣子 そうだ耶 對 然後 結論來說呢 就是 呃 太囂張了 然後在 太陽底下 直接睡著 那為什麼睡著 就是因為 有點遠 所以我早上 對 五點多 對 就起來了 開車開了快四個小時到那邊 這樣子 然後弄一弄 還弄個遮陽傘 弄個椅子什麼的 喝個飲料完 就覺得 啊 有點放鬆 有點relax 然後就睡了一下 嘿 然後 睡起來 還覺得還好 然後但是過了一陣子 就變蝦子了 就變成那個 紅通通 燙熟的蝦子 你知道嗎 所以 有點像是 熟一半的感覺對不對 不是全熟 或者正反面都全熟這樣 那熟一半 熟一半 因為我是躺著 所以只有正面熟 背面沒熟這樣子 哦那還好 那還好 還好 全身熟的話 你晚上睡覺會超痛苦 對 但是目前是只有 手臂 然後腳的正面 這樣 背面一點點 因為背面是你 平常 在海灘上走路的時候 嗯 這還好 有晒到這樣 有晒到一點點 那還好 但主要就是那一段時間 我就半個小時 躺在那邊不動 而且我大概晒了 就晒了半個小時多這樣子 嘿嘿嘿 很傷 很晒 很晒 真的就是 熟的很漂亮 熟的很漂亮 然後 現在過了一個禮拜 已經開始脫皮了 這樣 哇 熟嘎 阿你的小麥 你的小麥色咧 我的小麥色就隨著我的脫皮 離我而去了 這樣 因為脫皮他會 他會變白 對 對 所以我的小麥色就隨著脫皮 離我而去了 熟嘎 白晒了 白晒了 不過我記得晒傷跟燙傷是一樣的 就是 某種程度上好像晒傷是比較輕微等級的燙傷的感覺 對啊就是燒傷啊 基本上晒傷燙傷對於皮膚來說都是燒傷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晒傷 我覺得最痛苦的就是 晚上睡覺真的很麻煩 因為 會很刺 刺刺癢癢的 對對 然後 如果你用熱水洗的話 喔 那會超刺激 不行啦 就是回到家你如果已經晒傷的話 就請用 涼水 冰水洗澡 這樣子 對對對 如果你燙傷本來就是要沖冰水啊 一樣的道理 他就是 非常輕微的燙傷 這樣 對對對 不過有賽傷的 有賽 那一年有賽傷的話 你不覺得那一年的夏天就有一種 啊 Checklist的就是可以打勾的感覺 這樣 對 但 不能太長啦 就偶爾的夏天來一個就是 就是夏天的勳章這樣子 嗯嗯嗯 算是個回憶啊 對 沒錯沒錯 沒錯 いいね 沒錯 但是 回到台灣 台灣就發現台灣更熱 哦 對 你是什麼時候訂票的啊 我是 五月底 五月底訂飛機票 對 就是真的是很難得 就是 五月底開始訂票之後呢 就一路呢 就是日本的那個感染人數突然開始暴增 然後 暴增到後來呢 還有那個中共的軍演進來擾亂 然後呢 突破這一切的就是重重困難之後呢 Denis終於 呃 擴別 兩年半 終於再一次的回到了台灣的土地上 現在人在隔離旅館裡面 沒錯 這次露營是在台北的隔離旅館 然後被我們的播客圈的各大朋友們 不斷的空投食物 不斷的Airdrop 對 所以就是Denis現在處在一個就是 呃 賽傷養傷 然後隔離 然後加上坐月子的狀態 就是不斷的被餵食 就是不斷的有食物進來 這樣就 喔好撐喔 好撐喔 這樣就 不過真的啊 就是在recall一下你剛剛講的那一段 就是我訂機票的時候 是在日本跟台灣的感染人數都還沒有起飛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人已經少到我們覺得8月份是沒有問題的了 對啊 對啊 就覺得OK 現在這個狀況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那8月份的那個OBON 育盆節 應該是可以不用隔離就回台灣了吧 對對對對對 然後 然後你就買了票 喔對 我就努力 應該不是說努力 就是鼓起勇氣 刷了下去 而且蠻貴的耶 那個機票 來回大概要9萬日幣左右 沒錯 所以 殊不知就是 在那之後 新的 BO5 這樣不是BO5 BA5 BA5 對 然後日本現在又是BA2.75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命名的 然後現在開始飆升 然後台灣也隨著因為日本這個疫情 還有國際的這個 種種的BA5的疫情開始人數飆升之後呢 對於 路徑的管制就 沒有很大幅度的放鬆 嗯 有稍微小幅度的變鬆啦 因為現在的隔離政策就是你回台灣是必須 在旅館一定要待滿三天 這三天是你不能出訪門的 嗯 但第四天之後呢是屬於 自主健康管理 以前是必須在飯店14天 跟必須在飯店待滿7天8天來說的話已經是好多了啦 對啊 感覺是蠻親切的啦 對 對 然後其實在這個疫情爆發 然後再加上又有軍演 對 這個這個情況底下 其實有考慮過說 到底要不要再改期這樣子 就是在取消機票 改機票時間 但後來想想算了啦 我 疫情期間沒有被隔離過 沒有被就是餵食過 想說回來體驗一下被餵食的感覺 哈哈 當初看到那個軍演時間是8月4號到8月7號的時候 就開始在捏人汗了 欸幹幹幹幹幹 怎樣怎樣 對啊 我想說 不咬人啦喔 馬上一次喔 你們要軍演就他來的時候演 你不要什麼 人家走了你還演 然後還演這麼久 對 就是 你要演給誰看 這樣 就是演給他們自己人看 對對對 就是也有道理啦 就是你知道美國人還在 美國的高官還在台灣的時候 他不可能 你知道直接來這套 等於是他就直接跟美國 宣戰的意思 大老哥 你知道對嗆嗎 就是 還是要等到美國人走了之後 他再來演 安全一點 對 然後當時就看到佩洛西來台灣啊 然後每個人在台灣就覺得 喔耶 然後我們在這個Podcast節目的那個 大叔 傑西大叔 還開直播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飛機迷 他還開直播 就直播這個佩洛西阿嬤降落的整個過程 這樣 就陪你找阿嬤的飛機在哪裡 哈哈哈 好耶 然後每個人都在歡天喜地 來台灣啊 台灣的民主 政治啊 哎呀 是什麼 一定要守護的東西啊 OK 很開心之後呢 隔天 應該說佩洛西還來 還在台灣的時候就發布了 就說好啊 你敢讓佩洛西來台灣 我就來軍演給你看 那軍演什麼時候呢 8月4號到8月7號 然後就是他的幹 我的飛機什麼時候呢 8月5號 8月5號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吧 但是後來想一想 其實你知道軍演這種東西啊 嗯 他的目的跟他的立場 其實 會可以讓人判斷說這次的軍演有沒有威脅性 對 我個人是覺得這一次軍演壓力最大的其實是中國官方本身 他們其實是最不想開戰的一群人之一 然後 但是他們必須要去軍演 這樣才能安撫國內的老百姓 因為話都講太滿了嘛 所以他必須要做這個動作 但是做這個動作很危險 因為 只要飛彈不小心射歪了 比方說掉在不該掉的地方 就算他沒有造成死傷 他也會很麻煩 有啊 他們就 日本 他們已經掉到EEZ了對不對 他們掉到那個啊 日本的經濟海域啊 對對對對對 我跟你講 掉到經濟海域這件事情 雖然沒有造成傷 但是現在最緊張的一定是中國官方那群人 幹幹幹幹幹幹幹 我們劇本不是這樣寫的啊 這樣子 欸不是吧 不是說好掉到台灣的經濟海域就好了嗎 我們 我們只是要 我們只是要嚇嚇人家 我們沒有要真的宣戰 拜託你們幹嘛啊 這樣子 你要準一點好不好 所以 沒有射好 其實比 最緊張的其實反而不是其他國家的人說 喔你要幹嘛你要幹嘛 這樣不是 而是中國專方 用中國軍方本身這樣 一定超級抓 一個射歪射到日本過去 就 欸他幹 弄到日本了啦 不是說只弄台灣 對對對 他們核彈要過來了 沒有啦 沒有日本沒核彈 日本沒核彈 沒有核彈 沒有核彈 對啊就覺得 所以 對於這件事情是還好 不擔心 覺得就是 對 怎麼這麼臭巧 對啊 就剛好在我要飛回台灣的這一段期間 來個軍演 然後 這個真的是很有紀念價值啊 因為還是有那個嘛 軍演的範圍啊 然後航空公司還是就是 為了小心起見 他們都會避開這個軍演的範圍 去飛行這樣 嗯嗯嗯 對所以就稍微繞道你知道嗎 還有公布幾個區域嗎 因為他不是整個包起來 他中間還是有一些小空間 是可以讓你進去的這樣子 哦哇哦 對 所以航空公司就是會 繞開那段區域 然後從就是沒有軍演的地方 飛進來台灣 所以這應該是我們要謝祖榮恩的意思吧 他不可能全包起來啊 他真的全包起來 那就真的是 就是正式宣戰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封死你的所有的這一個領空 一圈耶 嗯嗯嗯嗯 射了11顆 嗯哼哼哼哼哼 河南銀行的那些開戶的朋友們 那個在飛過去的那個都是你們的錢哦 你這個梗有點深哦 蛤 還好吧 呃對啊 所以台灣人的碎金是變成煙火 然後中國人的那個唇管是變成飛彈這樣 呃導彈這樣 東 對 是什麼是什麼系列 東風系列嗎 哦這我就不知道了 應該東風系列的導彈這樣 對對對 就是這一次回台灣 之前呢經歷了很多波折這樣 先是大賽商 對 再來就是經過那個疫情的感染人數暴漲 還有這個中國軍演 對 等等的重重的困難情況之下呢 就是 就是 丹尼斯我 終於平安的回來台灣了 對 但是回來蠻短的啦 但是一個小小的 小暑假 你回去多久啊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很長耶 你年假砸了幾天 我年假砸了10天啊 哇靠 那還好啦 但是你要想想我前面的 7天是稍微被拘束住的 嗯 所以兩個禮拜然後有7天 哦所以就是你是一個禮拜 玩一個禮拜這樣 呃算是可以自由行動的時間就是 7天 嗨嗨嗨嗨 對對對 這一次回去要幹嘛嗎 這次回來就是 跟以往一樣啊陪陪家人 找找朋友 嗯嗯 但是有點趕啊 這次時間有點趕 沒有辦法南下 要不然其實也會想要去高雄走走 嗯嗯嗯嗯 對去看那個蓋好的什麼海洋藝術中心啊 之類的 哦 對 但比較趕就是沒機會 下次有機會的話再去 南部走走這樣 年底我們還要應該還要就飛回去一次啦 對對 目前再看看年底的情況啦 嗯嗯嗯 對 所以你是預計年底才會回台灣 對我年底準備要回去喝喜酒 我沒得多 欸不是我不是我是我 我們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同學 哦我是說我沒得多 你可以回台灣 哦對呀對呀對呀 機票還沒看啊機票還沒看啊 對啊 那差不多到應該要 八九萬塊左右啦 主要是說 飛機上的人真的很少 我這次飛回來 大概坐了不到三分之一 哇那可以很躺耶 呃也不行啦 就是剛好我的座位旁邊有人 然後他們有 就是類似做梅花座 然後他們在某些座位中間還有故意控這個保留席 嗨 對就是會把每個人之間都分很開 這個是應該是國際線的關係 我做國內線 因為我上個禮拜出差嘛 然後就是去熊本的時候國內線大家還是照常 日本國內照常啊 但是國際線就是因為 畢竟要這個國際的 呃疫情控制 那日本國內都沒在管啊 我出差坐飛機都是坐滿滿的啊 對對對對 對 台灣國際 應該說台灣的國內線應該也是一樣狀況啦 雖然我沒做過 但我在猜想應該也是說 呃不會採取這麼嚴格的控制 對對對 然後必須稱讚一下就是這次回來 整個路徑流程算是蠻順的 很smooth 很smooth 我從下飛機到就是路關的 他會看你有沒有事先去登記嘛 啊我先登記好了 他會檢查你這個路徑檢疫這個系統 嗯 然後到吐口水 嗯 然後到領行李我大概只花了不到50分鐘40分鐘 哦那很快耶 就是很蠻順的蠻順的 就進去排排隊 然後看一下你的手機 可以這樣寫一下圖 然後下一關然後排隊 領杯子領那個 你的檢測的那個儀器 你算是儀器嗎 嗯嗯嗯 對 然後拿了兩個嘛 因為你在離開飯店前你要先測兩次 你才可以確定陰性才可以出去這樣 嗯嗯嗯 然後再去領行李 然後行李也是被消毒 哦 但是還是很順就覺得40多分鐘就順順就出來了 不錯不錯 嗯嗯嗯 然後強烈建議大家就是可以的話飛松山 不要飛桃園 因為桃園聽說很擠很堵 然後我是飛松山松山就很順這樣子 啊 我之前當 我之前當那個替代役的時候 嗯嗯嗯 聽陶基的學長說陶基超級忙 陶基就是最主要的這個國際機場 那松山就會航班稍微少一點 然後國際航班也少 所以整個流程來說算是很順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台灣或是說日本飛台灣就是可以推薦大家 下個沒差太多的話可以推松山 嗯 嗯 沒錯 結果我們現在先聊了 聊了25分鐘 媽 對差不多 還沒聊到我們今天主題 今天的主題呢其實是要來回復一封 就是乘風已久的我們的野狼敲敲娃姓祥 沒錯他在我們拖了兩個多月就一直沒有來回 對不起對不起 土下座道歉 對不起 放太久了 5月27投稿 然後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得到這一封的 其實是因為 那個時候我們很熱衷在回另外一對 那個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小D跟小B 嗯嗯嗯 就是那個透過什麼那個線上軟體 然後認識之後那邊通信啊 然後那邊告白啊之類的那個故事 喔拜託那個我們真的是心中真的是各種就是 喔很激動啊就很想要就是聲援這兩個可愛的小情侶 然後結果呢這個5月27號的這個朋友呢就 偷偷的就不是偷偷的 他的信就飄進來之後呢我們就沒有注意到 然後就放了兩個月 然後我在找的時候呢我就跟Dennis說 欸等一下Dennis你看一下那一封 我們是不是沒有討論到這一封啊 啊對沒有 對沒有 喔幹快快快快快 沒錯那就是這一封信 其實他有一個前提啦 就是他其實有來先問了一次 對 然後Green有在Instagram的現實動態 然後去做一個完整的回覆 然後之後呢 他又再回覆一次他的心得這樣 就是他問了第一次問題 然後我們回覆之後他又再給我們另外一個feedback 然後這個feedback呢就被我們給忘了兩個月 YES OK那我現在來開始念這一個5月27號的留言了 他說 Hello Green and Dennis 感謝在第九季第六集的回應 看就知道了多久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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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是第十集的第六集 第十季的第六集 第十季的第六集 對對對 已經隔一季了這樣子 呵呵 他說原本想說年末update 沒想到才一個月就來報到了 掛號我嚇著流淚 在更新自己的狀況前 還想跟第九季第六集 中第一位匿名的朋友喊話說 你不孤單一起加油 聽著他的狀況 仿佛也在裡面看到過去的自己啊 回歸正題來更新一下自己的狀況 目前在人事上 狀況似乎比我想的還要好 或許是做好準備 好好但說不定 我神經大條誤辦情事 也是有可能 總之原本很多擔心的事情 到目前還沒有發生 在我的前輩 他的第一位我覺得 蠻像podcast裡面講的 數物姐姐的角色 所以我是直接得到了很多的照顧 超感謝他 不過在直屬主管 不過在直屬主管上 總覺得陷入五離迷目 離不清 看不透 還找不到跟他工作的默契 還有步調 舉例來說 明明我的位置三步 就到了直屬主管的座位 但有事想問的時候 我卻開不了口 話好找不到切入的時機點 還是傳LINE或是Email 才問得出來 自己想想都覺得荒謬 然而跟人比起來 現在反而是 在工作上比較不習慣了 話好讓我好悶 以前小公司 凡事一手包 處理事情超級快 老闆OK直接OK 走執行 現在到了大公司 光企劃端就心累 一個企劃 切劃成好幾個小塊 這邊A部門負責 那邊B部門要過 等著大家的回覆 就等到天荒地老 好不容易等到了 換網上闖關 上面一條 我前面的畫組織溝通 又要再來一次 真的是趕一點動全身 我何時能走到執行端呢 我非常不想時間快到 才在這邊趕死線啊 心甚累 請問在大手企業工作的 Green大神前輩 這題該怎麼解 這個是來自我們的老朋友 忠實野狼 叫慧元 的煩惱 他說不匿名請唸出來 所以是OK的 OK OK 大公司其實 先說啦 我其實也不算是大神 因為我只是今年 邁入第四年而已 所以公司雖然是大 但跟我能力好像 沒什麼特別的關係啦 那這個收到這一封信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有整理出 可以討論的地方 然後就有兩點 第一點呢就是關於他的 直屬主管的座位很近 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切入 這件事情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呢 其實是大小組織上面 小公司大公司在執行的 步驟上面的 繁瑣跟簡單的差別 以及可以怎麼做 其實總共有這兩個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的回應呢 其實就希望能夠透過這兩個回應 這兩個問題下去進行 回應或者是一些討論這樣子 沒錯 那第一個問題呢 他說 明明我的位置到三 我的位置距離主管 直屬主管的位置 就只有三步距離 但是有問題的時候 我卻開不了口 找不到切入的死心點 還是用傳LINE 或是E-mail才問得出來 自己想想都覺得很荒謬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問題 就是開不了口讓他知道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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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也呵護著你 我是這一個 他最後一句是什麼 就是開不了口讓他知道 這就是那麼簡單幾句 我辦不到 就是那麼簡單幾句 沒有時間點啊 簡單幾句 客廠請看一下我寫的企劃書 好不好 什麼簡單幾句 我卻說不出口 哈哈哈哈 K 周杰倫 嗨 好啦問題 我們回來正經的回答正經 嗨嗨嗨 我跟Green討論完的結論是說 當然是要看人 就是可能我們這個忠實的野狼教會員呢 還沒學會如何判斷課長的行動 就是課長的什麼行動 或是他什麼動作 代表他OK 比較閒 是可以讓你有一個切入點的時候 對 這個是需要花一點一點點小時間 就是你可能要觀察一下課長 可能是什麼動作的時候他感覺比較閒 就比如說我自己的課長 我自己課長就是他的習慣性動作就是 他回完一些郵件之後他又刷個手機 對 之後他就會站起來去上廁所 或者是去找別人說話 所以我就大概知道他回完郵件 我看到他在刷手機的時候 大概就是他 他已經處理完一小段公式 那他處理一些比較個人的事情 或者是他只是在看看一些郵件 一些比較不重要的郵件 那這時候就是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是可以去問他說 不好意思有沒有一點時間 方便有沒有一點時間叨擾你這樣 對對對 判斷狀態其實算是他 第一個必須要學會做到的事情 對然後 第二點我記得你剛剛好像想說什麼話 因為我本身就是你要 主管他雖然 都明明叫課長 但是根據人的不同 他的狀況跟習慣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經歷過兩個課長 我現在是第二位課長 然後跟我上一位課長的那個 個性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因為我上個單位是業務端 所以課長其實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always都是他的工作能力很強 所以他都always會有時間 或者是他沒有時間的時候 他會很明確的跟你說 我現在沒有辦法 但是我現在來到這個單位呢 他是公關部門 所以他always在跟人講話 然後你分不清楚 他到底在講公司還講私聊這樣子 對對對 這個時候呢 你就沒有辦法跟業務端一樣 就是切過去 就說誒我現在有個問題想問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使用一個技巧 就是有點像是 從很遠的地方 就讓他注意到我這樣子 嗯哼哼 不管是稍微揮個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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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丘 不是不是不是 卡丘 不是不是不是 看那邊跳那個跳啦啦隊有沒有 質問がある ちょっと時間ある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這個不是不是 就可能揮揮手啊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讓他跟你有眼神接觸的時候呢 然後你就稍微飄過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很重要 你不可以直接把東西 直接壓在壓上去 就比方說 比方說Denis是我的課長 然後他好像在跟別人講話 然後我可能就稍微揮個手這樣子 然後Denis如果今天現在他聊的東西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他就會把注意力轉到我這邊來 就問說有什麼事情這樣 那也有可能Denis在聊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可能沒有辦法切入的時候呢 Denis就會還是會稍微的把注意力聊到 就是給我這邊 然後先判斷一下我的東西 有沒有辦法或者是緊不緊急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簡短的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請問現在有沒有時間 喔對對對 第二個是我現在是關於哪些事情想問你 嗯哼哼哼哼哼 你只要跟主管input這兩個訊息 他就有辦法開始在心中 進行優先順序的轉換 喔對或是再加一句啦 就是我需要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 對對對 就是現日文來說的話 すいません 假設啦 10分鐘 10分後度の時間よろしいですか 嗯嗯 或是15分 甚至你要講的話題比較長的話 可能就是 30分後度の時間よろしいですか 再加上這個input他知道說 OK你現在要處理這個事情 你要花半小時 那我現在有沒有這個時間 可以去處理你這個事情 但是如果說OK 不行的話他就會先回去 因為我說我旁邊是比較重要 我先處理那邊 我之後再回來找你這樣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30分鐘以上不要直接去找人 你要你要事先問對方 然後約時間 然後去看他的那個schedule 然後去排時間切進去 你只要30分鐘之內的話 還有可能就是可以當下 然後就是在座位上站著聊這樣子 嗯或是在電腦前面 直接給課長看一些東西 但就是我個人的感覺 差不多是20到30分極限啦 就是20分鐘左右 就算是長的了 對對 沒錯沒錯 那這個就是第一點 你就是必須要學會判斷的課長的那個狀況 判斷他的狀態 然後就是在切入的時候 你需要先問三個問題 就是你請問現在有空嗎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的要件 我要討論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第三個是我大概會花多少時間 然後讓對方判斷 對就是這件事情 即使他看起來有點忙 你問這三個問題 其實也不算太失禮 對 就是你過去問問題 不可以就是像Green剛剛講的 直接全部丟給他 而是說 對 不好意思 雖然你看起來有點忙 但是我這邊有一件事情 希望可以排進去你 接下來的一個schedule裡面 就是行程表裡面 對 那他就會去判斷 因為有可能你手上的要件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對 而且是重要到他 他必須要把這件事情 優先拿來處理的事情 那如果你 你如果因為害怕 就是他好像看起來好像很忙 你害怕去打擾到他 然後導致這件事情他被拖到了 那責任就會變成是在你的身上 為什麼你沒有跟我講 對 所以 其實 不要害怕去跟課長 就是切入他的工作 或者是去問問題 但是要謹慎的就是你不要 呃 一股腦的就是 不看 不讀空氣 然後不判斷狀況 就直接把東西全部丟過去這樣子 這個東西會在我們的 日本的社群裡面叫做 丸投 就是我把我所有的工作全部丟給你的意思 這個是第一點 對 對對對 然後第二點呢就是 在日本上班這邊所學到的 其實就是第二個就是你要 區別使用工具的情境 具體來說呢 具體來說就是有三種聯絡方式嘛 一個是口頭 第二個是通訊軟體 電話 然後第三個是Email 嗯哼哼 那這邊就問問Dennis 你平常都怎麼使用這三個類別 我平常怎麼使用 對 我們先我們先從 呃 如果我今天要講 我們先從事情的嚴重度或者是謹慎 就是它的呃 重要層級來分好了 如果今天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話 呃 請問你會用什麼的方式去 運用這三種呃 類別的工具呢 你你你設定一個 你假設一個狀況 給我 好我們假設一個狀況 重要度很高 緊急度很低 Email 為什麼 因為Email是有紀錄的 而且它是正式的紀錄 對 的感覺 所以如果它重要度很高 對 緊急度不高的話 那已經是寫Email 它就會完整的詳述 而且是文字的詳述 有個紀錄留下來 嗯嗯嗯嗯 如果重要度很高 緊急度也很高 那肯定是電話或者是 課長就在旁邊的話 就直接口頭跟他報告 然後 討論完之後呢 再用 我們公司內部有一個 算是 算是通訊系統 yes 那是算 類似傳簡訊的方式這樣 嗯 那 就會 傳簡訊把這個 討論的東西 留存下來 嗯 結論 對結論算是 統整一下結論 然後留存留檔 嗯嗯嗯 對那Email是 算是 就是 跟社外溝通的方式 對 我們在我們公司來說 我們也是 Email是對外 然後 在公司內部的話 就會用我們公司內部的 這個 傳訊息的系統 對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應該可以變成這樣子 當然如果是 緊急度很低 然後 應該說反過來 重要度很低 緊急度很高 好像沒有這種事情對不對 沒有這種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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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這就是 重要度很高 緊急度也很高的話 那一定是電話 或者是口頭 那 重要度很高 緊急度 不高 那就可以用Email 嗯 對 而且 就是我的使用方式 其實也跟Dating差不多 然後 呃 用Email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可以 把完整的情報 記錄下來之後呢 讓對方去 交給對方 讓對方 自己去判斷 我什麼時候要看這封信 或者是我什麼時候 要處理這個工作 嗯哼哼哼哼 所以 做好Email 然後讓對方 處理工作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 呃 對對方來說其實也是 非常非常的 呃 感激的 對 在日文說說 會比一種比較 亞莎系的方法 亞莎系 對 溫柔的方法 就是 讓對方去決定 他要什麼時候 去處理這件事情 對 然後如果這件事情的 重要度很高 但是緊急度 也有一點點高的時候 但是沒有到很緊急 十萬火急那種 不是不是 的時候呢 我的做法就會是 呃 Email先寫完整的 然後結論要先 結論要寫好 然後通訊軟體 大概兩行 或是三行程度 嗯哼哼 跟課長說 就說 欸我現在有這個東西 我寄了信給你 能不能請你看一下 嗯哼哼 然後過了五分鐘 或過了十分鐘 這件事情一定要在早上 一定要有結論的時候呢 那他還沒有看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等他 回到座位上的時候 我立刻過去抓人 就是說 欸不好意思 就是能不能 請你幫我看一下 關於這件事情 這樣 哦這個時間有點微妙啦 就是這個時間 要間隔多久 這個東西其實是 是每個人自己的判斷 然後也是跟 那件事情的緊急度有關係 但是我就會這樣子做 因為這樣子做的話呢 你可以在各個地方 就是有留線索 讓他知道有發生這件事情 如果你只有傳Email 然後你沒有做通訊軟體 跟口頭的話 那他有可能很大機會 沒有看到Email 但是如果你Email 通訊軟體跟口頭 或是電話 全部都有做的話 那你就是交辦得很完整 嗯哼哼哼哼哼 所以責任就會正式的 就是會在他那一邊 那也算是一種 讓彼此工作起來 會比較順暢 然後同時呢 也可以保護到自己 嗯哼哼哼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 就是 就是 回到就是這位野狼教會 野狼就是忠實野狼教會員 他的問題呢 就是關於 如果回到他的問題 就是 就算主管離自己很近 但是找不到 找不到時間開闊的話呢 其實可以參考 我們剛剛所提供的一些方法 或是心法 去重新審視 你跟這位課長之間的相處方式 以及找到你們適合的 溝通方式 沒錯 嗨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走執行這件事情 就是 以前小公司一手包辦 老闆OK直接OK 走執行 但是到大公司之後呢 你就會必須要有 橫向部門的協調 嗯哼 這件事 對 那 關於這件事情呢 其實也會有兩點 就是我們可以做feedback 第一點呢 就是 你必須要明白 小公司跟大公司的差別在哪裡 嗯沒錯 小公司呢 它其實是 呃 小公司的話 它的組織相對扁平 權力距離較近 所以認可路徑也會很短 嘿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靈活的做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嘗試 或者是 可以做得很快這樣子 但是 大公司呢 它的 它就是一個相反的狀況 就是它 資源非常的豐厚 但是 牽扯的部門呢 因為專業分工的關係 所以它 導致它的 垂直的 呃距離其實是很長的 所以每一個 都必須要個別溝通才有辦法 那溝通就需要通過一連串的 欸 認可或者是 OK 才有辦法走下一步 那 這個就是大公司 它在做事情上面的一個特徵 那 首先你必須要了解這個特徵的差別 那接下來就接到要講的第二點就是說 在做水平溝通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往上申報 一定必須要達到橫向部門的所有人的共識 嗯 那我們覺得共識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是的 因為你沒有共識的話 一旦 往上申報 然後出了一點 雙方的認知不同的話 會非常麻煩 所以這也是它的問題 當中提到的嘛 就是它改一點點 底下的人就要全部再重新聯絡一次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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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跟Green有討論出來一個 因為它是在問題裡面 它有提到一句就是 呃 改一點就要動全身 那這個全身我們不知道到底要改多少 那有一個 算是有一個 想法 我們有個想法 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在每一個每一個步驟的時候 去做一個checkpoint 對 就是在執行這個企劃案的時候 不要做到90分 或是95分 滿的時候呢 你在往上承報 對 應該是說我們去在 比如說做了一半 做了八成 對 的時候呢 去各自做一個checkpoint 然後去跟各項部門去做check 然後40度的往上去做一個 小小的認可 或者小小的回報 讓他們就知道說 OK我們現在做到這個進度是OK的 對 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即使你在最後一關 闖關的時候被打槍了 你還是可以直接回到 你的八成或是七成做那個checkpoint 對 就跟你打王 遊戲打王之前 你要先去儲存點記錄一下這樣子 要不然死了之後 你可能就直接回到新手村 這樣就很痛苦嗎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這個感覺 對所以如果你在打王之前 有先去旁邊那個營地啊 先去儲存一個記錄點 那你至少你死掉的話 你就是回到那個 是從那邊開始 對對對 再跑一小段就可以了這樣 對 就跟打那個什麼法幻是不是 對對對 中間都沒存檔 意思是一樣的 直接死掉回到出生紀錄點 那一定超崩潰的啊 對 沒錯 那就是 Denis提到這點蠻重要的 就是 你必須要先幫自己畫一個 就是checkpoint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推進 然後推進的過程當中呢 不是只有你自己喔 你其他的部門也會 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三個部門 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共識在這裡 OK 對不對 然後對方說OK 好 那我們下一次 又從這邊開始繼續討論 然後三層 然後推到五層 推到七層 那接下來呢 要推到九層跟十層的時候 可能就會風險 或者是因為要開始進步 細節調整 所以可能就會稍微 多跑幾次 那我們就可以從七層 的那個結論開始討論 這個是我們剛剛所 Denis所提到的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就是大公司呢 其實你必須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管理階級都非常非常的忙 因為公司大其實是 通常都是人手不夠的 那這個時候呢 有一點就很重要 就是你在請示上級的方式 或者是講話方式 就會影響到他接下來的判斷時間 會有多長 舉例來說 舉例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有 我們現在團隊有三個人 對 然後我們三個人 ABC部門的人 討論到了七層的 七層的那個進度 然後在九層上報大老闆的時候 發現需要更改 然後我們就回到七層 然後又改了一次之後呢 那ABC是不是就要開始回去各自的部門 去進行匯報 跟做確認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很重要 就是你回去匯報的時候不能說 我們需要跟動 然後就是該怎麼辦 對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你事情就變得超級麻煩 因為你課長會完全不知道狀況之外呢 他會覺得 哇靠 所以現在是我要從頭開始去 從零開始 然後三十五十七十的脈絡 全部都要知道嗎 這樣子 會很麻煩 所以這個時候的做法就是 你必須要說很簡單的briefing 然後很關鍵的說 我們ABC部門其實在九層的時候 提了這樣的案子 然後獲了這樣的feedback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做調整 那我們預計調整的方向呢 根據什麼什麼什麼東西的理由 我們想要做這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其實跟之前課長說的方向 其實是一致的 請問這樣做好不好 然後你幫課長做完百分之九十 他需要重新思考的事情 剩下百分之十 他只要點頭就可以的話 你的溝通就會非常的輕鬆 這個是我在我這邊所學到的一個方式 那我發現其實大公司的課長 其實他們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你如果只要把他的 只要把就是授權這件事情交給他 他不用旁邊一直陪你重新跑的話 他做事情快 然後你獲得認可也快 你們做事情就會比較順利 嗯哼哼哼哼 所以到這邊呢就是 我的一個算是一個經驗的分享 然後希望呢 這樣做的方式也可以就是 多多少少讓你一些參考這樣子 對雖然我知道一定很麻煩啦 就是跟之前比起來一定是麻煩很多 就是要溝通的部門多 然後要說明的事情多 然後你在報告的時候要從 呃原委開始 然後整個經過 以及為什麼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那我們最後決定怎麼做 這件事情都是要一無一時的說明 然後讓你的主管 他可能沒有從頭follow你到位 但他在follow的時候就可以 很清楚的知道這整件事情的發展 以及未來要怎麼走 那他要做的像顧音剛講 他只要做出一個 OK我聽完覺得OK不錯可以好 那他的工作結束了 你的工作也結束了 就會是一個皆大歡喜的一個狀態 而且你們的信賴關係 也會經過這樣子一次又一次的良性溝通 這就是良性溝通 那你們會開始會有信賴關係 然後你的 他可能就會開始向下授權給你 他開始覺得說 Dennis你的思考方式是OK的 所以下一次關於這個案子的小checkpoint的話 你就自己處理就可以了 你只要跟我報告報告結果就可以 你不用我的許可 然後你說事情就可以越來越快 這樣子 當然這是責任也會越來越大 當然就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因為你就是你獲得了這個授權 那同時代表著你要背負著這個授權的責任 對 沒錯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 對啊 所以最後就是共勉之 因為每一個機會 我覺得都是一次非常很棒的學習機會 不管是什麼樣的公司 什麼樣的職位 你都可以一定可以學到東西 那我們今天能夠協助你的就是 我們可以陪你避免掉我們曾經可能花過時間的東西 然後可以讓你可以有一些參考 然後讓你去更快速的進入更重要的學習 或者是更有趣的經驗的體驗上面 這樣子 對啊 加油 加油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好啦 那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陪你一起大賽商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薩亞咯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 我的便當剛剛送到飯店的房間門口啦 我要去吃便當啦 快去快去快去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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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